结婚五年,我才知道老公有个白月光,他带他看午夜场的电影,听两个人的演唱会,在无人的街头激情拥吻。 他向我解释,无辜又无奈,圆一场年轻时的梦罢了。 我没想过陈正会有一个白月光,我和他高中相识,大学相恋,毕业后并肩奋斗了几年。 初创公司拿到轮融资的时候,他向我求婚,我们是所有人眼里的金童玉女,模范夫妻。 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就在今天早上,他非缠着我,亲你一回才去上班,我还笑持他老不正经。 是了,其实不是毫无征兆,他近来尤为热情,冲动地仿佛回到十年前的热恋期。 甚至他今晚加班回来,又要过一次才沉沉睡去。 也正因为如此,手机从口袋里掉出来时,他毫无所觉。 我下床捡起来,正好看到上面发来的信息,谢谢你今晚的电影,比你还好看。 微笑发信息的是宋威。 我认诚,陈正的大学同学,三个月前,他回国的接封宴,我和陈正一起去的。 我点开对话框,除了那句话,空空如也。 打开朋友圈,什么都没有。 我把手机放在陈正枕下,推推他,你今晚没应酬。 他翻过身抱我,没喝酒,带他们看了场电影。 他们。 我用胳膊肘隔开两人的距离,等他呼吸再次沉稳,才拿出我的手机。 我也有宋威的微信,接封宴上他主动加我的。 一个月前他给我发过一条信息,看到的时候他已经撤回了。 我以为他只是手务。 点开朋友圈,并不那么空荡荡。 第一条是两个小时前发的,晚风和你都很甜。 配图是电影院的座椅上,交握的两只手。 一只五指纤长,柔弱五骨。 一只手掌宽大,厚实有力。 照片的角落,露出半块手表。 是五周年纪念日时,我送给陈正的礼物。 我和陈正在一起的时候,很穷。 他穷,我也穷。 别说手表了,连水表都送不起。 和他第一次有交集,是在贫困生竞选上。 贫困生补助的名额有限,要站在全校师生面前诉说自己的贫困。 年轻人,总想保留那么一丝可怜的尊严。 可现实,有逼的人不得不低头。 窘迫的全身发抖的时候,陈正走到我身边。 抱歉,我放弃补助名额。 把我拉下讲台。 那是进高中的第一年。 陈正退出之后,又有几个男生退出竞选。 有老师看不过眼,终止了这场荒唐的演讲。 和陈正的第二次交集是大学。 我和他不在同一所大学,却在同一个城市。 有天他给我发信息。 我记得你语文成绩挺好。 我这里有份不错的语文家教,感兴趣吗? 一来二去,我们熟络起来。 陈正家里两个吃钱的病号,每天陀螺一样到处打工。 我比他稍好一些,只用管自己的学费生活费。 但依旧舍不得吃超过三块钱的饭菜。 那时的我们从来没想过,有朝一日我们会有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车,自己的公司。 可生活变了样,人也变了样。 第二天陈正照就上班。 出门前我问他今晚加班吗? 他愣了下,怎么? 我没做声,下午陪你去医院。 他如常地温柔,我摇头。 他倾下身抱我,晚上尽量早些回来。 他离开后,我拿出手机,再次翻开那个微信号,点进朋友圈。 宋威三月回国,四月共进晚餐,五月夜游香江,六月重回母校,七月携手观影。 朋友圈发得不多,但和角落里的那块手表一样,总能让我轻易认出照片里的人是陈正。 如果不出意外,这些朋友圈都设置了仅我可见,特地用来提醒我陈正的出轨。 我和宋威其实不熟。 他和陈正同个专业,是大出了名的笑话。 第一次见他是在给大的礼堂。 那时我和陈正还没确定关系。 期末表彰,我奢侈地买了一杯奶茶,答谢他为我介绍兼职。 宋威作为优秀学生代表上台致辞。 聚光灯下,绿色的卷发,玲珑的身姿,优雅的谈吐。 我在下面忍不住摇陈正的手臂。 陈正,他好漂亮。 宋威的确太漂亮了,以至于我当时被他吸引了全部目光,并没留意陈正的表情。 那次之后,我知道宋威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 大十个男生,五个追过他,四个暗恋过他,还有一个,大概就是陈正这种。 我开玩笑地问过他,难道你就不喜欢宋威吗? 他匆忙地拉着我上公交车,赶夜路的人,没空看天上的月亮。 我也说不清什么时候和陈正越走越近的。 一开始只是互相交换信息,他给我介绍过家教后,我看到合适的兼职信息,也会发给他。 后来我们去同一个教培机构上课,偶尔在公交车上遇见。 偶尔课上的晚了,他会送我回学校,我没想过会和他恋爱。 他学习好,个子高,模样冷峻。 和宋威一起,常年挂在给大的表白墙上。 他应该只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看在我们是同类人的份上,对我多有照顾。 可他向我表白了,大四刚开学,有人在宿舍楼下摆新型蜡烛。 承诺,承诺,一群男生在下面,带动整个宿舍楼喊我的名字。 对方是一个我没见过的人,我躲在宿舍,不敢下去。 我一直是个孤僻,胆小的人。 我有一个酒鬼父亲,从小到大,一言不合就拳打脚踢。 我害怕陌生的,高大的男性。 高仪被陈正拉下讲台,是我第一次没有反感异性的接触。 也只有在陈正面前,我才感觉放松。 甚至激动的时候,还能主动摇一摇陈正的手臂。 就像那次见到公主一般的宋威。 楼下起哄的那喊持续了一个小时,我一直没下去。 下面开始谩骂,承诺你装什么清高,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条件。 有人追你就该烧高香了。 一年到头总共三套衣服,咱这是扶贫来了。 楼下一片哄笑,整个宿舍楼都在哄笑。 我恨不得缩进墙角。 就像小时候,爸爸打我的时候那样。 我也不知道陈正什么时候来的。 他气得眼都红了,不顾我的挣扎将我往楼下拽。 一直拽到那群男生面前。 不等人反应过来,一拳砸向为首的人。 他的设计得了奖,前两天才在我们学校做过分享演讲。 不少人认识他,一时竟没人拦他。 等有人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收手。 转身拉着我,带我离开。 这是他第二次救我。 我还是没出息地哭了一场。 我说,你怎么能打人? 他们把事情闹大,你的优秀毕业生就没了。 你不是要读研吗? 宝研不想要了吗? 你怎么这个时候到我宿舍来了? 陈正看着我哭得稀里哗啦,眸光一寸寸变软。 他向前,离我前所未有递进。 他伸手擦去我的眼泪。 有人想摘我的玫瑰,我怎么能不来? 我愣住,我不读研了。 有人要投资我的设计。 承诺,做我女朋友吧。 他俯下身亲我,轻轻的。 我一抬头,就看到半空的月亮。 很明亮。 诚然,我是喜欢陈正的。 非常喜欢。 他是我的骑士,救我于水火。 他一直不知道,收到家教短信的那一天, 我卡里的余额正好清零。 我爸喝醉酒打了人, 好不容易存起来的几百块, 打给人赔偿去了。 可他为什么喜欢我呢? 为什么突然就叫我做他的女朋友呢? 每次他都反问我, 我为什么不喜欢你? 现在,我好像终于找到答案了。 如果没记错, 宋威的出国手续, 就是那一年的开学之初办好的。 我愣愣地拿着手机, 就正一会儿功夫, 宋威的朋友圈更新了。 只有一行文字, 今晚,期待。 我摁住有些发抖的手, 起身出门。 我和一位老中医有约, 两年前, 我就从征程出来, 专心调理身体。 我和陈正想要一个孩子, 可中医西医看了这么久, 一直没动静。 老中医拿过麦, 叹口气。 这孩子啊, 也讲究缘分, 没缘分的, 不用太强求。 我垂下眼, 明白她的意思。 以前我都会说还是开挤服药吧, 我不怕苦。 今天什么都没说, 只点点头就打算走。 等等。 老中医却喊住我, 你这脸色太差了, 换服药吃吃吧。 我对陈正算是抢求吗? 不算的。 一开始, 我就知道她和我不一样。 同样是贫困生, 她会对学校的不合理制度说不。 说不要那个名额, 就真不要了。 宁愿每天翘晚自习去做家教, 将那份补助填补上。 同样是贫困生, 她考一大, 我考C大。 她大学时就能填补家中的医药费, 我养活自己都有些吃力。 她身上有股傲气, 我身上都是自卑。 我知道她不会是持中物。 她向我靠近, 我惊喜, 真是。 我竭尽所能地回应。 初出创业那几年, 真的很难。 她管技术, 我跑市场。 我的酒鬼父亲, 没给我一个圆满的家庭, 没给我充足的父爱, 倒是给了我惊人的酒量。 早上六点的飞机场, 凌晨两点的酒桌。 我一个从没出过本事的人, 一个那么惧怕陌生异性的人, 硬生生蜕变成了 其他人嘴里的成结。 第一次怀孕是毕业后的第二年。 我各个城市奔波, 根本没时间关注自己的立架。 发现怀孕的时候已经过了三个月, 酒也不间断地喝了三个月。 孩子不能留, 第二次流产还是因为酒。 那时候我已经不跑市场, 可也声名在外。 投资人点名要和我喝一杯。 真诚眼看就要成功了, 这是陈正的心血, 更是我和陈正的心血。 我来者不拒。 最后他在洗手间吐。 吐着吐着, 感觉腿间一股热流。 在我还没察觉的时候, 那个生命就消失了。 这之后我的身体就不太对劲。 直到两年前暂停工作, 一心调理。 要好拿吗? 陈正发了消息来。 还好, 我回。 晚上一起吃饭? 好。 盯着屏幕看了会儿, 到底还是问, 晚上不加班? 不加。 我莫名吐出一口浊气。 或许, 只是。 我发动引擎, 心情好起来。 我做了好几道菜, 自然都是陈正喜欢的。 这些年, 我和他的家中从来没有外人, 但凡没有公事, 我们就腻在家里。 陈正带了一束花回来。 红玫瑰。 不是情人节, 不是纪念日, 买花回来干什么。 我和陈正早不用为钱发愁了, 可日子过得还算节俭。 我们更乐于多资助几个生活困难的学生。 陈正心情也不错的样子, 不说话, 只一朵朵地插话。 一顿晚餐吃得很开心, 征程十周年庆, 有什么想法? 他问我, 我想了想, 摇头, 又说别太铺张, 又想到征程到底是上市公司了。 转而道,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都两年不在公司了。 陈正放下筷子, 有几个歌手今晚才有档期, 我的手顿了顿, 陈正抬眼看着我, 待会儿去跟他们签个约就回。 我也看着他, 熟悉的眉眼中, 一片坦然。 晚等我回来收, 他起身。 陈正, 我叫住他, 他转身。 昔日一身白色T恤的稚嫩少年, 已经是一身白色衬衣的成熟男人。 怎么? 没什么? 他看了我一会儿, 折回身。 弯腰, 如常在我唇上轻轻亲了一下。 我尽快回来, 我知道他会去哪里。 宋威今早的朋友圈, 还带了一个定位, 征程附近的一个体育馆。 我把车开到体育馆门口, 果然见到陈正的车。 我坐在车里, 拿出手机。 体育馆里没有任何动静, 甚至看起来一个人都没有。 可宋威的朋友圈, 看起来并不是这样。 他发了一套九宫格的照片, 从来没想过, 居然是一场我的专属演唱会, 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 眼泪仍旧不受控制地掉下来。 我也没想过, 陈正还会有微薄红颜一笑, 一致千金的时候, 到底是天上的月亮。 以前是没空看, 不是不想看, 现在不仅能看到, 还能伸手够到了。 我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 或者说在等待什么。 一个小时后, 陈正出来了, 和宋威一起, 他替她拉开车门, 体贴地用手挡住车顶, 再关上门。 我的车在对面的阴影处, 没人注意到。 陈正将车开动, 我跟上。 其实我车技一般, 所以跟得紧。 但凡陈正分些心在路况上, 很容易发现后面的我, 可他没发现, 大概心神都在宋威身上。 一直到将宋威送到家门口。 宋威家境富裕, 住在别墅区, 少车, 更少人。 两人下了车, 还依依不舍。 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 只看到宋威点脚搂住陈正的脖子, 仰起下巴。 陈正没动, 他双手插兜, 惯常地冷淡疏离, 可他的眼神, 却交缠在他的唇上。 宋威点得更高, 嘟囔着说了句什么。 陈正舒然搂住他的腰, 狠狠亲了下去。 我听见刺来一声, 什么东西直直扎进心头, 我应该贴开眼的, 可我就那样盯着, 盯着他们稳得难舍难分, 盯着那个连在床上都动作轻柔的人, 原来也有这么情难自艺的时候, 我应该躲起来的, 就像小时候承受难以招架的暴击时, 蜷缩着躲起来。 可我下了车, 我早不是那个怯弱, 胆小, 只会缩在墙角的承落了。 我一步步走近他们, 亲眼看到他们唇叛得如失, 听到他们暧昧的低喘, 陈正, 我喊他, 陈正的肩膀猛得一抖, 想要支起身子, 却被宋威紧紧地扣着, 两人一翻拉扯, 陈正拽着宋威的手, 将他掩在身后, 我没忍住笑出了声, 陈正也知道, 我不是当初的我了呀, 他怕我对宋威动手, 我望着陈正, 陈正难得有些慌乱, 动唇想说点什么, 却没说出口, 我收敛笑意, 转身离开, 我和陈正很少吵架, 印象中唯一的争吵, 是那次投资人的酒席, 我瞒着他去的, 刮工时大出血, 他火冒三丈, 承诺, 我就那么不值得信任, 你非要那么逞能, 那么要强, 最后他抱着我, 哭得近乎失态, 洛洛, 是我不够好, 是我不够强大, 洛洛, 你信我, 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一直相信陈正的, 相信他不是池中物, 相信他会履行婚礼上的誓言, 给我一个家, 我知道刚刚我在等什么了, 尽管事实已经摆在面前, 尽管宋威一条又一条的朋友圈, 已经证明一切, 我的内心深处, 还是有那么一丝微弱的期待, 期待是一场误会, 我等的是陈正亲手掐灭那一丝期待, 让我彻底死心, 而真正死心的那一刻, 我竟然没有想象中的天崩地裂, 甚至没有想看到, 宋威那套九宫阁照片的时候那样掉眼泪, 我冷静的一场, 人还在车上, 就拨通了律师的电话, 陈正在两个小时之后才回家, 回来的时候, 我的行李已经收拾了一半, 他沉默地看着我将行李箱填满, 在我即将和尚的时候过来扣住我的手, 我和宋威没什么, 我看一眼他刚刚还扣着宋威手腕的五指, 将手抽出来, 成落, 我抬眼看他, 他轻皱着眉头, 我放开行李箱, 往客厅去, 他松口气, 跟上, 茶几上放着刚刚打印出来的文件, 你看一下, 我们应该没什么财务纠纷, 陈正一看抬头的离婚协议四个字, 就变了脸色, 洛洛, 我刚刚说了, 和宋威没什么, 我的表情大概很怪, 有生气, 有难过, 又有些想笑, 陈正, 你觉得我瞎了? 陈正似乎这才确信, 我当真看到他们亲得难舍难分的那一幕, 他的脸色有些发白, 又很快恢复平日里的沉着, 洛洛, 他握住我的手, 表情无辜又无奈, 圆一场年轻时的梦罢了, 圆一场, 年轻时的梦, 年轻时的梦啊, 我的眼圈到底还是红了, 我年轻时的梦是陈正, 陈正年轻时的梦是宋威, 其实他可以早些和我说的, 祖人追梦, 罪大恶极呀, 还好, 现在也不迟, 我再次把离婚协议推到陈正眼前, 陈正却只盯着我发红的眼眶, 脸上难得露出几分慌乱, 承诺, 别哭, 我和宋威没什么, 他想要捧我的脸, 我和他真没发生什么, 我扶开他的手, 望着他一脸的坦然, 突然明白他为什么, 一直说他和宋威没什么, 没上床, 就是没什么事吧, 几乎要躺出眼眶的眼泪瞬间消退, 我又想笑, 陈正, 明天抽空看看吧, 我悄悄离婚协议书, 起身离开, 我带着行李, 搬离了我和陈正的家, 陈正没有拦我, 其实他很了解我, 就像那天被我撞破他和宋威之后, 他没有马上追过来, 而是两个小时之后才回家, 他知道我在气头上时, 是不好沟通的, 一旦我消了气, 会想起他各种的好, 稽而心软, 隔天, 我去见了律师, 那页的协议书指示, 律师根据我的口述简单草拟的, 具体细节需要当面商榷, 征程是大学毕业那年创办的, 股份本来就是各自婚前的, 婚后的资产, 大多来自分红和工资, 平分就是, 婚房是两个人的名字, 我不想要, 婚前有两套他送我的房子, 我也就不还给他了, 其他就没有了, 程小姐, 真理呀, 律师是熟人, 姓赵, 一路看着我和陈正走到今天, 嗯, 我还有很多其他事情, 并不想把时间耽误在律所, 赵律师欲言又止,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从征程的第一桩案子开始, 他就跟我合作, 他知道这十年我到底付出了多少, 好不容易把征程熬成了上市公司, 把陈正熬成了上市公司CEO, 我在这个时候退场, 就像把即将丰收的果树拱手让人, 男人嘛, 还是一个模样不错, 能力出众的年轻男人, 有些花花肠子, 再正常不过, 这件事就麻烦赵律师, 陈正那边有什么条件你再联系我, 连离婚都不想亲自跟他谈, 赵律师大抵知道我不是说说而已, 没再说什么, 亲自送我出了律所, 赵律师也一贯的效率高, 当晚, 我就收到陈正好几条信息, 前面的内容我都没看见, 他撤回了, 只剩最后一条, 落落, 别闹, 我明白陈正为什么, 给我发这样一条信息, 就和他能面不改色的, 在我面前说圆一场年轻时的梦一样, 他笃定了我离不开他, 他知道我爱他, 因为爱他, 我不断捏碎自己, 重塑自己, 让自己变成这个, 和从前大不相同的承诺, 因为爱他, 我做尽了自己曾经最厌恶的事情, 一场又一场地喝酒, 一次又一次的应酬, 我甚至能忍受, 有些客户不着痕迹的占便宜, 我将他视作生命全部的光, 怎么可能离开他, 和他离婚呢? 我没回陈正的信息, 他也没再给我打电话, 这些年都是这样, 我们有什么矛盾, 他会冷处理, 等我自己消气, 我把婚前那两套房子挂了出去, 把我和陈正的婚戒, 这些年零零散散他送我的一些首饰, 挂上咸鱼, 又让人放出消息, 准备出让征程的股权, 陈正估计收到风声, 又给我发了信息, 落落, 适可而止, 我依旧没回, 只按部就班地做自己的事情, 细细算来, 才发现我在这个城市的牵挂寥寥无几, 酒鬼爸爸早在毕业那年查出肝癌, 一年不到撒手人寰, 妈妈在我七岁时被爸爸打走后, 再也没回来, 零星几个亲戚小时候没帮过我, 长大了也没厚着脸皮找过来, 学生时期太过孤僻, 并没什么朋友, 毕业后认识的伙伴, 全与征程相关, 连猫猫狗狗都因为陈正不喜欢, 一直没养过, 两套房子地段不错, 很快找到了买家, 首饰的价格我挂得低, 很快就出了个七七八八, 只剩一枚钻戒, 征程备受看好, 有股权出让的消息放出, 马上有几个投资人联系我, 甚至有人透过股权出让的消息, 嗅到了我和陈正之间的不对劲, 向我伸出橄榄枝, 我抽空见了几个, 确定了大概方向, 万事俱备, 只等陈正签字, 征程的十周年庆典前夕, 陈正给我发信息, 征程十周年, 也是我们恋爱十周年, 洛洛, 别生气了, 明天我等你, 我回, 好, 出发之前, 宋威给我发了微信, 陈总今晚不去征程庆典吗? 后面跟着一张截图, 他和陈正的对话, 他, 没关系, 你和陈总一起,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陈正, 别乱跑, 我去接你, 宋威很聪明, 在我撞破他和陈正之后, 把那些仅我可见的, 朋友圈删得一干二净, 他也不主动找我, 我不动, 他就不动, 他是体面人, 不想留下小三的把柄在我手里, 就连这条微信, 外人看去, 也是在担心影响到, 我和陈正的感情, 可其实呢, 他一定看到了, 昨天陈正给我发的信息, 瞧啊, 陈正口口声声说着恋爱十周年, 说着等我, 亲自去接的人, 却是他, 我回他, 宋小姐不会开车, 他去接你, 应该的, 宋威的信息回得又急又快, 程总真是大方啊, 我把手机扔到副驾驶, 我当然大方, 接下来, 我还要干更大方的事情呢, 庆典很热闹, 征程几乎全员出席, 当红艺人, 当红媒体, 一个不缺, 陈正很高兴, 一直牵着我的手, 温柔地为我捋发, 温柔地替我挡酒, 晚宴结束的间隙, 他将我拉到会场的露台, 就知道你会这么朴素, 往我的脖子上, 带了一条宝石项链, 喜欢吗? 陈正今晚西装革履, 颇有些意气风发, 我扫一眼脖子上的湛蓝色, 不置可否, 陈正将我抱入怀里, 他知道我对亮闪闪的东西, 没有抵抗力, 每次有什么矛盾, 先冷处理, 再买来首饰哄我, 只是这次哄我的话还没说出口, 就有人敲响了露台的门, 陈总送小姐的手机掉水池里了, 说要您的手机联系一人, 陈正揽着我的手一僵, 放开我, 我去看看, 他说, 临走, 又折过身, 落落, 我和他不会有什么, 我望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 只笑了笑, 演出开始前, 各方落座, 陈正和宋威久久没有出现, 直到演出厅几乎坐无虚席, 两人才相继入场, 宋威似乎远远瞧见, 我脖子上的项链一愣, 接着不着痕迹地, 朝我亮了亮他手上的钻戒, 比我的婚戒大, 眼光不错, 陈正一落座, 我就说道, 陈正没听明白我的意思, 侧手看我, 我看他一眼, 又看他一眼, 拿了一张纸巾给他, 嘴角, 口红没擦干净, 陈正收起染着口红的纸巾, 有些不自在地握住我的手, 晚上回家跟你解释, 我没接话, 也没抽出被他握着的手, 绕过他看到一旁盯着我们, 紧咬牙根地送威, 倒也不用这么生气, 马上就成全你们了, 陈正的开场白之后, 演出开始, 十周年庆, 声势浩大, 舞台上精彩分成, 舞台下掌声不断, 照惯例, 陈正开场, 我压咒, 尽管已经两年不再征程, 在场许多高管, 都是当初一起打拼的心腹, 我一登场, 现场更加热闹, 甚至有人齐声喊着成姐成姐, 给我助威, 我笑着抬手示意, 他们马上安静下来, 说过几句官方套话, 我拿着话筒压低声音, 其实今天, 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想分享给大家, 现场又有一阵小热闹, 媒体区那边, 有相熟的记者笑着大喊, 征程是不是要有小小陈了, 这么一说, 更热闹了, 征程无人不知, 我这两年的离开, 就是为了一心备孕, 说到好消息, 很自然联想到这个, 追光灯打到陈正身上, 摄影师给了他一个特写, 放大在屏幕上, 似乎连他都以为, 我的好消息是跟这个有关, 浊浊看着我, 脸上闪动着期待与激动, 不是小小陈了, 我微笑, 是一个比, 有了小小陈更好的消息, 现场更加喧闹, 有人在喊, 成姐, 快别卖关子了, 说完, 我们好让陈总发红包, 我拿着话筒笑弯了腰, 的确该发红包, 我已经, 我安静下来, 签署离婚协议, 征程即将与宋氏合作, 恭喜陈先生和宋小姐, 祝他们早日洗劫连礼, 百年好合, 现场突然静得诡异, 大屏幕上陈正蹭地站起来, 一旁的宋威慌张地望向四周, 脸色煞白, 一夜之间, 征程陷入舆论的漩涡, 征程副总裁自报和CEO离婚, 征程双C十年恋情告终, 征程副总给第三者送祝福, 小三送是千金, 我的手机几乎要被打爆, 我直接关机, 关机前给赵律师发了信息, 让他督促陈正, 尽快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否则我不介意再放点料, 让那些热搜多挂几天, 我带着收拾好的行李, 按计划离开, 却在车库被陈正拦住, 才两个小时, 陈正却想经历了两个世纪, 他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 承诺, 你闹过头了, 直到现在, 陈正还认为我在闹, 在吸引他的注意, 不是真的要离婚, 我推着行李箱, 绕过他, 被他拦住, 承诺, 闹成这样, 不好收场了, 收场, 我只要他尽快签字离婚, 我想往前, 他不让, 承诺, 就算不为我想, 你也该为征程想想, 你怎么舍得, 我咬着牙, 继续推行李箱, 他仍旧不让, 你总是这样, 遇事就想逃避, 有什么话, 你不能跟我说清楚, 我一脚踹开行李箱, 陈正, 你确定要我说清楚, 陈正一愣, 似乎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大的火气, 我现在就跟你说清楚, 我要离婚, 我要跟你离婚, 我连你都不要了, 我还要征程干什么, 陈正, 你以为我真的有那么爱征程, 我爱的是征程背后的谁, 你不知道吗, 陈正似乎被我的模样吓到, 突然柔软下来, 对不起, 对不起, 陈正我问你, 前些日子你跟我上床, 脑子里想的是谁, 那些仿佛回到十年前的激情, 那些一次又一次的嫡死不休, 全部是从宋威回来之后开始的, 陈正的唇孽如了一下, 没答上话, 我已经知道了答案, 我不想跟你说话, 不是逃避, 我只想留住, 我记忆中那个完美的陈正, 陈正, 你现在这个样子, 真让我觉得, 我直直看入他眼底, 恶心, 陈正的身体猛得一抖, 眼睛漠然变得通红, 洛洛, 承洛, 不是这样, 我推着行李箱, 静止往前走, 洛洛, 你要去哪里, 跟你联系的, 那几家公司我都知道, 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 洛洛, 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今天, 好不容易过上这样的日子, 我放弃自己开车的想法, 随手拦了辆出租, 洛洛, 你已经32了, 不是23, 32又怎么样, 我转身望着陈正, 这就是你有恃无恐, 当着我的面和其他女人调情的原因吗, 陈正, 如你所说, 我32了, 早不是当年那个非你不可, 为了你连命都能不要的承诺, 32岁的陈正, 不配, 我不想跟陈正吵架, 就像将过去那些美好摊开来, 一块一块地亲手撕碎, 我在出租车上放声大哭, 15岁的陈正, 将我拉下众目睽睽的讲台, 18岁的陈正, 给我发信息, 我这里有一份不错的家教, 感兴趣吗? 20岁的陈正, 推开公交车上蹭着我的男人, 你干嘛呢? 21岁的陈正, 拼尽全力奏那些嘲笑我的男生, 有人想摘我的玫瑰, 我怎么能不来? 23岁的陈正, 笑咪咪地圈出书中的一段文字, 拿给我看, 这个世界有几千几万朵玫瑰, 但就是这一朵, 才是属于我自己的玫瑰。 25岁的陈正, 双膝跪地, 嫁给我吧, 我的玫瑰。 27岁的陈正, 抱着我痛哭, 落落, 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 这么多的陈正, 一块一块地, 为我建起生命的堡垒, 却被32岁的陈正, 一膝毁为灰飞, 出租车上放着陈奕迅的十年, 司机无奈地给我递纸巾, 十年而已撒, 小姑娘, 人生还有很多个十年, 我接过来, 擦掉眼泪, 是啊, 十年也好, 十七年也罢, 我的人生还会有下一个十年, 下一个十七年, 下下个十年, 下下个十七年, 我拉黑了陈正的全部联系方式, 只接受律师, 在中间来处理离婚事宜, 十周年庆的事情, 并没有闹得多严重, 正如我当时所说, 这对征程而言, 其实算一件喜事, 爆出陈正出轨, 股价会有一定的影响没错, 可他出轨的对象是宋威, 资本只看利益, 不看品德, 陈正如果和宋威结婚, 代表着征程和宋氏的联姻, 资本只会更加看好他的未来, 但宋威小三的名头是去不掉了, 据说他现在江湖别称宋三, 我并不觉得内疚, 他不是吗? 他是, 我离开市的第三个月, 陈正签了离婚协议, 当天, 我收到陈正的一封邮件, 他说他签离婚协议, 只是迫于股东会的压力, 他不会和宋威结婚, 我没理他, 趁热打铁回去领了离婚证, 回来之后拉黑了邮箱, 舆论利好征程的时候, 我卖了手中的股权, 然后抽空回去, 将两套房产过户, 我和人是在无关系, 我没去之前洽谈的那些公司, 而是和其中一名投资人合伙, 重新开了一家公司, 这下连小公司都算不上, 一切从零开始, 但我不怕, 毕竟我还有很多个十年, 很多个十七年, 隔年五月, 宋威突然给我发了条微信, 一张照片, 两道杠的验孕棒, 怀孕了, 真是恭喜哦, 不过, 他和陈正还没领证吧, 据闻宋家老先生最讲究脸面, 上次他当小三的事情传出去, 就险些赶他出家门, 这位婚仙孕, 不知道会不会又惹人不高兴, 我没管那么多, 就是当时太忙, 忘记把他拉黑, 没几天, 又收到他的信息, 你和他已经离婚了, 再缠着他, 当三的就是你了吧, 我, 搜了个精神科的门诊信息发过去, 拉黑, 七月, 从前在征程的战友给我发消息, 说陈正在疯了市的满世界找我, 让我注意些, 我没放在心上, 我从没刻意瞒过自己在什么地方, 我不亏欠他什么, 他找来我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离开市的第一年, 公司的产品小有突破, 我又开始跑市场, 但如今, 我已经掌握了很多, 不用喝酒, 也能拿单子的技巧, 有足够的资金, 有充足的经验, 比做征程时容易多了, 当年年底, 公司业绩已经拿得出手, 庆功宴上, 合伙人拍着我的肩膀, 小程啊, 能干得见过, 没见过这么能干的, 不小了, 过年给你介绍介绍, 想几个, 我笑着举杯, 原来沈总认为, 女性的价值建立在婚恋上, 如果是这样, 我恐怕要担心, 和沈总的进一步合作了, 吓得人, 再也不敢在我面前, 提什么恋爱结婚这种话题, 离开市的第二年, 从前的战友又给我发消息, 说陈正的母亲过世了, 问我要不要回去参加葬礼, 我想了一晚上, 只问了葬礼的时间, 我没听到陈正再婚的消息, 也没听到他得子的消息, 我不知道他如今, 和宋威到底怎么样了, 但犹豫再三, 还是不要出这个眉头, 因此, 我在葬礼的第二天才回事, 陈正的母亲是位非常慈祥的老人, 她的父亲有严重的肾病, 早年就失去劳动力, 每个月的医药费用不少, 母亲有心脏病, 不能肝重活, 但两人互相扶持, 从来没有争吵, 我和陈正恋爱的时候, 很喜欢往他家跑, 可惜他父亲, 在我们经济好转之前, 就已经过世, 母亲不愿给我们添麻烦, 坚持自己住疗养院, 离开是那一年, 我的出租车, 就是去疗养院和他道别, 我穿了条老人家最喜欢的裙子, 买了一束老人家最喜欢的百合花, 他承载了我成年之后, 对母亲的所有幻想, 也让我真正感受到了, 母爱是什么样子, 我在他墓前叙叙叨叨说了些, 自己创业的事情, 离开时, 陈正在墓园门口等我, 太久没见了, 一时看起来竟有些陌生, 但是成年人, 也不至于扭泥, 我有好的朝他打了招呼, 他说送我去停车场, 一路上没什么话, 临上车时他喊我, 我回过头看他, 阳光下他还像从前那么高大, 却瘦了很多, 他顿了很久, 才说遇到什么技术上的难题, 可以找我, 我朝他笑笑, 好的, 谢谢, 有空去C市玩, 开门上车, 踩下油门, 他的身影在道士镜里缓缓后退, 很快消失不见, 我们的项目进展顺利, 第三年时, 已经拿到轮融资, 比征程早了整整一年, 可惜如今的征程, 早不是当年的征程,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短短一年时间, 前有陈正出走征程, 后有宋氏入主征程, 去年年底, 宋氏突然被人举报行贿, 强倒众人推, 征程也没幸免于难, 今天一早, 我才在猛乎看分析, 征程结构性倒塌原因的帖子, 放心吧, 根据帖子的分析, 只要我和沈总不结婚又离婚, 就没有这种结构性风险, 我如此跟我的合伙人汇报, 难为沈总一把年纪, 回了好几个省略号, 然后给我撕发语音, 操着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 小诚啊, 咱商量一下, 以后在公司群, 不开这种玩笑好罚, 我拿着手机大笑, 乐极生悲, 上班时, 我的车坏在半路, 喊了拖车, 又赶上堵车高峰, 今天有个很重要的投资人会议, 我抱着资料疯狂往地铁赶, 好不容易卡着点, 在地铁站门口, 又摔了一跤, 捂着膝盖站起身时, 正好看到对面商业区巨大的电子屏上, 依次闪现的黑白字幕, 你后悔, 爱过吗? 你后悔, 爱过吗? 我愣住, 刹那间, 脑海里闪过沉正的脸, 闪过那年拉我下讲台时, 少年身上白色的T恤, 和我在手腕如湿的温度, 我后悔, 爱过吗? 没有的, 没有后悔过, 没有当年那个, 拼命向爱靠近的承诺, 就没有今天的承诺, 没有当年在酒桌上的驰骋四方, 就没有今天在商场的信步游走, 没有无怨无悔地爱过别人, 就不会懂得毫无保留地爱自己, 这万恶的人生啊, 没有一步路, 是白走的, 小姐姐不舒服吗? 需要我帮忙吗? 大约是我捂着膝盖的姿势, 持续地有些久, 旁边有人询问, 我站起身, 笑着朝来人摇摇头, 大步往前走, 没有那个糊涂寄生在别人身上的承诺, 也没有今天清醒依靠自己的承诺, 身处会暗时, 能帮你的, 能救你的, 永远只有你自己, 翻外, 陈正, 难道你就不喜欢宋威吗? 承诺问我, 彼时我们正在公交站, 我盯着刚刚到站的公交车, 将它推上车, 余光正好扫过, 飞速飘过天际的月亮, 赶夜路的人, 没空看天上的月亮, 那时我从没想过, 有一天会是这枚月亮, 让我和承诺分崩离析, 我喜欢宋威吗? 二十岁的我没有, 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太忙了, 没空想, 只是大学生, 在忙, 待得最多的还是宿舍, 宋威常常被他们提起, 他们说他长得如何漂亮, 家境如何优渥, 宋氏, 知道吧? 不过女神低调, 从不提自己的家事, 他们还喜欢把我和他放在一起, 因为我和他是在表白墙, 出现频率最高的人, 无论身高, 颜值, 还是成绩, 都绝了, 可惜, 往往就此打住, 我知道可惜什么, 可惜我的家境, 配不上, 我并没有太多想法, 但喘不过气的时候, 难免想一想, 如果我有那样的家境, 是否不用这么辛苦, 是否父亲能用更好的药, 母亲可以早些做手术, 久而久之, 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梦, 梦到自己和普通学生一样, 临姻树下学习, 图书馆里恋爱, 虽然看不清恋爱对象的脸, 但我想, 就像宋薇那样的吧, 外人看起来登对的, 但我还是在大学恋爱了, 和一个我意料之外的对象, 我和陈洛是老同学, 高中不是一个班, 但因为都是贫困生, 莫名其妙就认识了, 大学入学没多久, 我接触到一份语文科目的家教, 可实在没时间做, 记起他大学, 也没去异地, 就把信息推给了他, 后来他也会推一些适合的信息给我, 看得出来, 是他特地四处搜集来的, 他似乎对我那个无意的举动很在意, 同个高中毕业, 同样的背景, 我们的交流渐渐多起来, 我发现他挺有趣, 他拘谨, 内向, 很少主动与人搭话, 可看见我就会笑, 他笑起来和宋薇不一样, 是一种别样的好看, 大三时我们在同一个教培机构兼职, 有一次在公交车上遇见, 他没看到我, 他整个人被旁边一个男人, 逼得蜷缩在角落, 一声不敢吭, 气血蹭地往上冲, 我过去把那男人推开, 把他从角落里拉出来, 我气得一句话都没跟他说, 我不明白, 明明在我面前很正常一小姑娘, 在外面胆子怎么就那么小, 如果不是碰到我, 他是要给人占尽了便宜去, 那之后我会有意识地等他下课, 只要没影响到下一份兼职的时间, 我都会等他, 送他回学校, 时间与我是非常宝贵的,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对他这样, 直到大四开学的一天, 社友在宿舍八卦地喊, 哇哦, C大有人在宿舍表白, 喊了快一个小时了人姑娘不下来, 大和C大离得不远, 论坛上常常能刷到对方学校的消息, 承诺, C大有个叫承诺的, 长得很漂亮吗? 是的, C大的承诺, 很漂亮, 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往C大去了, 我没想过会恋爱, 更没想过会和承诺恋爱, 可那碗鬼使神差的, 我听着承诺气急败坏的指责, 看着他为我急的眼泪直往下掉, 就想到前阵子看书时的一句话, 这个世界有几千几万朵玫瑰, 但就是这一朵, 才是属于我自己的玫瑰, 承诺就像是专属于我的玫瑰, 我说承诺做我女朋友吧, 我一直不愿意承认和承诺在一起是因为爱她, 那是对她的比拨, 我真正爱上她是在和她在一起之后, 我从没发现那个胆小怯怒的姑娘有那么大的能量, 她不怕吃苦, 不怕受累, 不怕一个人去陌生的城市, 不怕一个人应对要吃人的客户, 她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着, 我再也没在她脸上看到胆怯的表情, 她常常笑着扑到我身上, 像一束耀眼又夺目的光, 你为什么喜欢我呢? 我为什么不喜欢你? 你那么温暖, 那么璀璨, 到了那时, 我才真的满心满眼都是她, 我因她有了无穷的动力, 我会成功, 我会赚到钱, 我会让她过好日子, 我会给她一个家, 从22岁到32岁, 我们的生活翻天覆地, 有了自己的公司, 有了自己的房子, 离自己的家, 只差一个孩子, 然后宋薇回来了, 其实大学时宋薇就加了我的微信, 约过我几次去图书馆, 我那时候的确没空, 也就如实答复, 接封宴的第二天, 宋薇就给我发信息, 想约陈总聊一下, 征程十周年的合作, 不会又没空吧? 调皮我当然不能再说不, 有了第一顿饭, 就有第二顿, 有了吃饭, 就有游香江, 回母校, 看电影, 宋薇总能找到, 各种我无法拒绝的理由, 或许不是无法拒绝, 是不想拒绝, 他比承诺热烈, 他会借着酒意, 一次一次地对我诉说爱意, 他说, 陈正我爱你, 我什么都不要, 只是爱你, 你就给我一场恋爱好不好, 我不会破坏你和承诺, 就我们两个人, 你成全我好不好, 他拽着我, 满脸都是泪水, 陈正我真的真的爱你, 这个世界没有人, 会比我更爱你了, 你亲我一下, 就一下好不好, 爱啊, 我和承诺之间, 从来没说过爱, 这样炙热的感情, 让我又做起大学时那些梦, 一梦醒来, 如此庆幸, 我不再是从前那个一无所有的人, 我可以买下他喜欢的任何一款包, 可以带他看任何想看的电影, 甚至给他一场意料之外的演唱会, 我仿佛想将那些遗失的青春都补偿回来, 圆一场年轻时未及的梦而已, 我这样麻痹自己, 我最爱的还是承诺, 我想要相守一生的, 还是承诺, 我并没有背叛他, 一直到被承诺撞破, 我都坚持这样认为, 我们是一起经历过风浪的人, 我只是偶尔走个神, 去做一场梦而已, 我没想到承诺反应会那么大, 征程步入正轨后, 他就越来越理性, 他总能和我一起, 分析出对局势最有利的选择, 他怎么可能为了一场, 莫须有的出轨和我离婚, 我和宋威, 根本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等他冷静下来, 会重新做选择, 我没等到他的冷静, 只等到他决绝地离开, 陈正我问你, 前些日子你跟我上床, 脑子里想的是谁, 我正松了一瞬, 宋威很擅长撩拨, 他也有资本撩拨, 但我, 陈正, 你现在这个样子, 真让我觉得, 恶心, 我脑中嗡了一声, 恶心, 我从未想过这样的字眼, 会从承诺的嘴里出来, 这居然会是承诺对我用的字眼, 我甚至还因, 在宋威面前的把持, 而隐隐为傲, 我错了吗? 我犯了不可原谅的错吗? 你不要碰我, 我嫌脏, 陈正, 你现在这个样子, 真让我觉得恶心, 三十二岁的陈正, 不配, 回去的路上, 我头痛欲裂, 不会的, 承诺那么低, 爱我, 直到这一刻, 我突然反应到, 承诺从没说出口, 我却一直知道, 他爱我, 他比世上任何一个人, 都爱我, 我不想离婚, 可承诺领走前下的, 是一步死骑, 征程股价连番下跌, 董事会频繁施压, 宋氏从中作梗, 我签了离婚协议, 对外放出要和宋薇订婚的消息, 股价才开始升温, 等事情处理完了, 再追回来就是, 彼时我这样想着, 平静地和承诺领了离婚证, 和承诺离婚的第一个月, 他处理掉了手头所有的资产, 再也没回过一世, 和承诺离婚的第二个月, 征程股价步步高升, 外界频繁追问, 我和宋薇什么时候订婚, 和承诺离婚的第三个月, 宋薇不知怎么收购到承诺手中的股权, 入住征程, 和承诺离婚的第四个月, 一次酒后, 醒来宋薇在我床上, 他都不要你了, 陈正, 只有我是最爱你的, 似乎从承诺离开的那一刻, 我的生活开始失控, 宋薇怀孕了, 宋薇以死相逼, 要结婚, 我意外在宋薇的手机里, 看到他和朋友的聊天记录, 我想要的东西, 从来没有弄不到手的, 从加上承诺微信, 到只给承诺看的朋友圈, 从只对我说爱, 到在我酒中下药, 什么只是恋爱而已, 什么不会破坏我和承诺, 从头到尾, 都是他一场骗局, 我和他大吵一架, 争吵之间他跌下楼梯, 孩子没了, 我想承诺, 我疯了一般的想承诺, 我想念他干净的笑容, 想念他只盛着我的双眼, 我满世界地找他, 没有人愿意告诉我他在哪里, 承诺带出来的那批老将, 早在我和他离婚时陆续辞职, 留下来的那些, 也不可能知道承诺的下落, 我只是想看看他, 想抱抱他, 可午夜梦回, 又听到他那句话, 你不要碰我, 我嫌脏, 我脏了, 比之前更脏了, 任由我拼命地搓洗我的身体, 承诺也不会原谅我了, 再也, 不会原谅我了, 我和宋薇开始了一场, 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他想结婚, 我不结, 我想他给我他手上的股权, 他不给, 那就耗着吧, 当年年底, 母亲过世了, 这一年多我顾着和宋薇拉扯, 几乎没去看过母亲, 我怕他问起承诺, 我甚至怕想起承诺, 承诺以前最喜欢去看母亲, 他会让母亲一遍遍地讲, 我小时候的去世, 问母亲我喜欢吃什么菜, 让母亲把他的拿手菜都交给他, 这样以后你什么时候想吃到, 都可以吃到了呀, 并不是, 以后我再也吃不到那些菜了, 我还是让人转告承诺, 母亲离世的消息, 葬礼那天他没来, 但我知道他一定会来, 第二天, 我在牧原等到他, 他还是老样子, 他甚至穿了一条好几年前的裙子, 他自在地和我打招呼, 我局促地说不出话来, 只能说送他去停车场, 他走在前面, 我走在后面, 我想起那年我每次送他回学校, 也是他在前面, 我在后面, 他时不时就转过身, 开心地和我说几句话, 洛洛, 那个时候你就喜欢我了吧, 如今的承诺再也不会回头了, 临走时他笑着对我说, 有空去C市玩, 那么的坦然, 原来他从没想过隐瞒自己的所在, 原来他早就彻底放下了, 宋薇知道我和承诺, 在牧原见面的事情, 又开始找我麻烦, 我在公司说往左, 他说往右, 不依着他, 寻死觅活, 那就去死吧, 无所谓了, 什么都无所谓了, 死威胁不到我, 他就折腾公司, 他又收购了不少股份, 早就是征诚的大股东, 征诚, 陈证, 承诺, 征诚早就不是当初的征诚的, 我低价出手了, 手上的全部股份, 递了辞诚, 宋薇不可知信,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连征诚都不要了, 那是征诚啊, 是你一手打拼的征诚啊, 我一个字都不想再和他多说了, 承诺都不要我了, 我还要征诚做什么呢, 他又哭着求我, 陈诚, 我爱你啊, 我做这么多, 都是因为爱你啊, 我从大学第一天, 看到你第一眼, 就爱上你了, 那么多男人, 为什么偏偏你, 不肯多看我一眼, 我爱你, 我爱你啊, 陈诚, 你不能抛弃我, 我笑着摇头, 宋薇, 这不是爱, 我被人全身心地爱过, 所以清楚地知道, 这不是爱, 我又开始疯狂地想念承诺, 我在这个城市, 到处寻找他的踪迹, 却不敢真的去C市打扰他, 我甚至在百度去搜他的名字, 搜他社交软件的名字, 居然真的搜出点眼熟的东西, 我们结婚时的钻戒, 他不知什么时候挂在咸鱼上, 我毫不犹豫地拍下来, 然后期盼着他能到我的手上, 承诺曾经十分珍视他, 做任何事情都喜欢带着他, 他身上应该还有很多他的气息, 可是订单没有动静, 一天, 两天, 十天, 一直没有动静, 我反应过来, 承诺应该是把他忘了, 他甚至或许连那都卸载了, 好在很快, 我又找到一样与他关联的东西, 他大概终于想起来, 他在人世还有一套没处理的房产, 他爸爸留下的那套老房子, 他把房子挂在了中介, 我委托一个他不认识的朋友, 去将房子买了下来, 特地叮嘱中介里面的, 所有东西都不能动, 搬进去那天, 我久违地开心, 就像流浪许久的仓鼠, 终于回到自己的老巢一般, 我一寸寸地打扫半尺厚的灰尘, 生怕会扫掉他哪怕钉点痕迹, 我打扫完厨房, 厕所, 客厅, 最后才打扫他的房间, 很可惜, 房间里连一张照片都没有, 但很快, 我找到比照片更宝贵的东西, 我居然在抽屉里, 找到一份他的日记, 他高中时候的日记, 看到了完全出乎意料的内容, 2006年11月3日晴, 今天在三班门口碰到陈正了, 他好像还记得我, 朝我点了点头, 开心开心, 2006年12月10日音, 月考成绩出来了, 陈正的分数好高啊, 我要加油了, 2007年2月8日小雪, 一个寒假没见, 陈正瘦了, 如果有那些补贴金就好了, 我真没用, 演讲的时候那么怕干什么? 2007年3月19日晴, 今天又碰到陈正了, 我要怎么把存了30块钱, 想还给他的事情跟他讲呢? 2007年4月30日雨哀, 期中考试的成绩, 离了陈正有800丈远, 这还怎么和他考同一所大学呀? 陈正,陈正,陈正, 从2006年到2009年, 到处都是我的名字, 2009年6月6日请高考倒计时了, 一定要好好加油啊, 许三个愿望, 一陈正正常发挥, 二承诺超常发挥, 别怪我呀陈正, 我不超常发挥的话, 怎么跟你考同一所大学呀, 三以上两个都实现的话, 就去跟陈正表白, 不可能的啦, 陈正怎么可能会喜欢我? 2009年6月9日请果然, 不会有奇迹, 不过陈正肯定考得很好了, 加油加油, 陈正是最棒的, 我一遍遍地看着日记, 一遍遍地窥伺着, 被时光掩埋的少女心事, 一直看到双手发抖, 一直看到失声痛哭, 我终于意识到我失去了什么, 承诺爱陈正, 远比他以为的要深爱, 他轻浮地玷污了他的这份爱, 所以, 永远地失去了这份爱, 这个世界, 再也没有他独一无二的玫瑰了。 感谢观看,